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杂老将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尾巴 了解一下 在以哈冲都逐渐影响 地缘政治和中国立场的同时 应该警惕 缓游 是吵 已故的文化历史学者王康指出 对犹太民族的受难和牺牲 同情还是冷漠 对犹太民族的奋斗和成就 敬佩还是抹杀 几乎成为衡量善良 与邪恶 文明与野蛮的天然使度 以哈冲都还在不断升温 国际舆论对以哈双方 触及人道主义的批评指责 以南在国际舆论场 和中国舆论场上扩散蔓延 中国社交平台的舆论场 出现了令人不安的 缓游的视察 就有些二战的电影 现在有很多反游的评论 从以色列驻法使馆 德国驻法使馆 在各自官方微博上的声明立场 可见一斑 之前有文章 罗列了中以建交以来 以色列对中国的军事科技 人工智能 无人机 农业 畜牧业 海水淡化处理 医疗医物 医疗医药 等方面的支持 结论是以色列是一个 值得中国尊重的国家 以色列始终没有跟美国制裁 和技术封锁过中国 没有 迄今为止 反而一直顶着美国的压力 向中国输出先进的技术 以后我就不知道 其实不仅以色列 乌克兰也是 但对于俄欧战争 以它冲突的官方立场态度 以及民间社会议论场 出现了反游的市场 我认为应该给足够的重视 这时候我想起了已故的老朋友 文化历史学者王康 曾经在多年前 给陈明道教授 撰写一本书叫 以上帝摔跤 犹太人及其音乐 他写了一篇续言 直言不讳的说 现代中国人 至少有双重的姻缘 要敬畏犹太民族 仅仅数十名的犹太人 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 最终理论和实验两方面 把在宇宙深处 沉寂的数百亿年的 基本物质力量 释放于人世 不仅避免了 一百万盟军士兵 和两千万日本平民的 生命的伤亡 提前结束了中国抗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且永远改变了 人类的处境 思维和命运 由犹太姓氏所在比例过大 一大堆 爱因斯坦 奥本海默等等的 犹太科学家 主导的现代物理学 一度被称之为 犹太物理学 我们去过普林斯顿大学 去瞻仰 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曾经的故居 那这种崇敬的心情 还是由来而生 它就让中国人 无比骄傲的 和大国地位 和全部的宇航的成就 可以说都完全受惠 犹太科学的天才和劳作 当然 马克思 当然是一个 纯正的犹太学徒 普列汉洛夫 以及他的夫人 罗沙利 是虔诚的犹太妇女 列宁 拥有八分之一 无可争议的犹太的血统 托洛斯基 十月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另外一位是 施维尔德·洛夫 吉洛维也夫 加米涅夫 杰尔任斯基 李维洛夫 乌里斯基 等等等等 都是犹太人 由罗沙 卢森堡 等等这些 库恩贝拉等等 犹太的男女革命家 都以惊人的承受力 和殉道者般的 牺牲精神 在整个二十世纪 成为中国和全球 激进主义革命精神的 源泉的历史运动和思潮 一度 共产主义这个理念 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 犹太国际主义 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 都是犹太人 革命也罢 科学也罢 民主观念也罢 苏联操控了共产国际 在上个世纪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四十年代 派驻中国的几乎 所有的代表和顾问 都有龙度很高的 犹太学统 直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 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 仍然是中国宪法和一切社会行动的 意识形态的基础 他认为犹太人对中国和世界的 启示性的意义 远远不值一致 有哪个民族曾经遭受过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 那么从亚述人 马其顿人 巴比伦人 埃及人 加太基人 波斯湾人 波斯人 希腊人 罗马人 到十字军的东征 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一大堆的东西 沙尔时代的杂烂区 沙士比亚的威尼士商人 法国的德雷夫斯案 到斯大林的民族放逐 犹太一生案 纳粹德国的奥斯维新 打好布衡瓦尔德集中营 毒气使 直到四次中东战争和几乎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环视与敌 敌 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和谋的排斥驱逐 迫害虐待屠杀和灭绝犹太人 这个上帝的选民 向世界各地流散 迁徙的经历 几乎是数千年里面的人间灾祸的路线图 以至于犹太人发明了四个恐怖的词汇 以阴历的形式 直接进入各个国家的语言 排忧 灭忧 屠忧 格都 这个从荆棘之徒 骷髅之地 汽血而来的古老的民族 到今天还在为自己的故土和圣城流血 王康认为中国没有参与 对犹太人的合围 他举了二战期间 和凤山表达出来的古老的东方人道主义 王康说 犹太民族这个人口 从来不到人类百分之一的落小族群 这个几乎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国度 都成为被厌恶 记恨 诅咒 仇杀和杀戮对象的生命 生命和信仰共同体 这个无一贯砖 五千年善居五大洲的世界民族 他说 恰是 浩瀚星空 最孤绝 最炫目的彗星 屡屡划破人类文明的漫漫的历史长叶 王康说 如果没犹太民族 没有圣经 没有摩西世界 没有妥拉 没有塔木德和阿拉特 阿波特 甚至如果没有犹太民族的苦难和流散 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天穷就会变形 历史进程的轨道将凌乱不堪 世界可能会进入另外一番的景象 更多的陌生 更多的隔绝 更多的冲突 更多的恐怖 更多的血腥和黑暗 他认为 现代人类那以安身立命 不可一意的时间与空间 历世界和宇宙将不再是 我们用两双眼睛到内心的观察 感受到这种状态 维系现代文明的基本范式和普世价值 将无从确立 各个民族将被迫从支离破坏的方式 孤独的面对冷漠无垠的苍穷 人类的世界性 感受将长久停留在 物后循环的愚昧的时代 人类的彼此接近和天下一家的伟大理想 将在更漫长曲折的黑暗中摸索 他认为犹太人 其实是上帝和人类的选民 评价很高 他说推动近代世界文明 巨大进步的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产业革命和社会演变 也就因此会失去源头和方向 高唱自由平等博爱 以及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 自愿联合体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将失去他们的精神难本 失去塑造明天的内在冲动 失去他们的历史和合法性 他认为犹太人是天生的资本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 他评价很高 他认为中国人有特殊的原因 关注犹太人 感受犹太人 祝福犹太人 他引用了周孝正 曾经建议把犹太改为 犹太 优秀的犹 表明对这个洛小伟大的民族的敬意 老朋友习庆生说 2010年王康的这篇序言 被以色列官方发现 这篇序言把他们给震了 他们未曾想到 东方还会有这样认识犹太人的人 主动要求王康到以色列访问一个星期 当王康在华盛顿身患癌症的时候 以色列官方还邀请他到耶路撒冷 到特拉维护去治疗 可惜没有来得及 王康就走了 王康认为 对犹太民族的受难和牺牲 同情还是冷漠 对维尤塔民族的奋斗和成就 敬佩还是抹杀 几乎成为衡量善良与邪恶 文明与野蛮的天然的尺度 这篇序文的题目是 唯有叹息 唯有成吟 唯有祈祷 很怀念他 也很赞赏 王康在这篇序言 很平时客观的吧 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 犹太民族所扮演的结设 做了一个客观平时 实事求是的描绘和刻画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篇序? 我们下咨询 让一篇序 我们下咨询 miracle 她们下咨询 这篇序 我们下咨询 这篇序 大家好 我们下咨询 我们下咨询 我们下咨询